各位觀眾您好 歡迎收看新聞思想起思考深度 展現態度 我是王欣怡 新學期 新希望 但尷尬的是都已經開始了 全臺灣卻還是有許多學校 老師短缺 找不到 在今天趙域前線 獅子荒當中就要為您來解釋 在一百一十二學年度 全國開出了六千兩百個 正式老師的職缺 卻意外造成前所未見的 代理教師荒 也導致上課時間都到了 學生都到齊了 但校方卻急得不得了 不知道找誰來教課 最真實景象 莫過於就是今年新學期 拔月底開學 到了開學日當天 台北市竟然還有 多達七十所的學校 同步都在招聘代理老師 不少家長恐怕會問了 為什麼為什麼 如此嚴重的代理老師荒 會出現呢 原來今年狀況很特別 過去正式教師職缺 每年大約是只有 大概兩千五百名左右 但今年一口氣 開出了破六千的暴打量 這樣的職缺 讓代理老師們紛紛上岸 而在繁華又熱鬧的雙北市 也極為罕見出現了 教師齊缺的窘境 這背後跟全國代理教師 都能完整領到 十二個月的薪水有關 由於雙北市的優勢不在 加上都會區 生活消費成本本來就高 根本留不住人 眼前的窘境想要來緩解 第一線的校長們 非常悲觀的預測 恐怕還得等三到五年 過後一中學 明明是二十年度 第一學期開學典禮 年曆開始 只會國時 為民生 國時 開學典禮上排排戰場 國歌經過一個暑假 重返校園 同學們調整心態 準備迎接新學期新開始 但學校的老師們準備好了嗎 典禮當下 同一校園內的電腦教室 正在進行資訊代理老師徵選 明明都已經開學了 授課老師竟然還沒找到 開學日當天 留公國中還有資訊 輔導和特教 共三個類別的老師選缺 都已經分別進行到了 第三到第七次招考了 而根據招考資格 其實第一招 正式教師證 第二招修完教育學程 第三招只要大學畢業 就能來應徵 如果到現在還沒有招到的老師的 以目前狀況來看 基本上他應該都是屬於大學畢業 可能不是具有很深厚的經驗 然後也有可能他是初次想要找工作 然後或者是他轉換工作的狀況下 他還一直都沒有機會轉換的這樣子的人 才有可能到目前為止才再來徵選 比如說可能我們還需要維修老師一些 可能網路 教室網路不通 或者是我們可能辦公室的一些電腦 通常使用的電腦這個部分 因為其實我大學這四年 我是在學校是當資訊部長 那就是需要做電腦微學的服務 就是 留公國中找的資訊代理老師 還要兼任組長行政職務 條件相較嚴苛 校方也希望顧及教學品質 除了要試教之外 還要經過一連串的口試問答 也造成七次招考都還找不到人的狀況 有時候根本是沒人報名 以前我們也是在暑假會有一些辦一些招考 但是基本上大概在八月初的左右 都可以底定 但今年就很特別 然後我也聽說蠻多學校就是 也是有這種狀況 大家還到 我昨天還在一些Line的群組裡面 看到某個學校他在招 比如說生物老師 或者是一些其他科別的老師 流公國中的狀況非個案 面對新學期的搶人大戰 已經有經驗的代理老師 都非常有感 你會看到中國的嗎 然後那些是英文 你必須合適合文 OK 二十八歲的周輝恩 大學讀的是英語系 在大家國小擔任代理老師 邁入第三年 有豐富的教學經驗 校方提早跟他完成選聘 避免人才被搶走 四 五 好 不能動了 手握在你的手 大概在七月底開始 八月初就陸陸續續有接到一些學校 不管是 不曉得是他們怎麼知道我的 那可能就是有一些聯絡的訊息 那他們就是會詢問說 有沒有意願到他們學校去認職 這樣今年的缺 好像真的是蠻嚴重的 周老師透露他在暑假期間 接到其他三間學校詢問電話 而到教育部全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選拼網 查詢代理教師職缺 可以看到在八月底開水日前一天 光北市就有多達七十校 還缺了一百一十七個代理教師 到底老師們都去哪了 根據教育部和監察月資料顯示 一百零七學年國中小總教師人數十八萬一千九百九十人 代理教師兩萬六千九百三十八人 占總比率的百分之十四點八 一百零八一百零九年 占比則都超過百分之十五 一百一十年代理教師人數更超過三萬人 占比百分之十七 等於每六個老師中就有一個是代理老師 而這原因其實是受少子化影響 過去不敢開正式教師缺 就怕減班聲援少 反而衍生超額教師 但法規一直有代理教師編制 不得超過百分之八的限制 現在整體都超出標準 一倍有餘 從這樣的一個員偶的試出 確實也讓很多代理老師 可能都已經有機會 徵選上了正職 那這部分可能也因為 過去可能比較在多 像雙北 都會地區代理老師 也許可能在各縣市開缺後 他已經徵選上了 所以這個可能造成 今年有部分的學校 在徵選代理老師的部分 有碰到這方面的困難 降低代理老師比率 開出正式職缺 過去從107年到109年 正式教職缺大約都有2600到2800名 110年因疫情影響 不少縣市停辦校徵 只開107個缺額 111年和112年整體大反彈 一下開出超過了6000名以上的缺額 讓不少代理老師成功上岸 四個的這一個正式的教徵缺 那台北市也幫我們招考來了 然後招考完了之後 分發了四個 兩個直接不來報到 因為他們已經考中桃園跟新竹 就直接不來了 那有兩個在台中跟高雄 那兩個有來報到 那他也很喜歡西山 開正式區本來是好事 但也讓老師們有機會 就近返鄉就業 都會去學校反而找不到人 像在北市市林區的西山實驗國小 雖然離市區有一段距離 但車程並不算遠 這次竟然招考到第16次 這可不是招生DM 而是要徵老師的廣告 強調無壓力 彈性自主 校長還在社群網路上 發布學校美照和特殊課程 甚至動用校犬麥蒙 好不容易才補齊老師 在這次招考過程中 施村民也發現 現在老是難找的另一大因素 其實他們非常喜歡這裡 也來報到 也去士林找了房子 他們都準備要租房子 來這裡服務了 可是他們租的房子一個月 你有獨立衛浴的套房的那個 大概就一萬二左右 對 然後他們回家鄉去住 就沒有這個 台北市的生活成本真的太高了 你隨便吃一頓飯 就是一兩百塊 然後再加上這個房租 那他們的月薪期現在只有三萬八 三萬九 所以可能他所賺的只能 很基本的打平他的生活開銷 過去代理教師扣掉寒暑假 只能領十個月薪水 一百一十二年起新規 全面要給予十二個月聘期 待遇提高了 但都會區生活消費同樣高 加上薪資條件並不優渥 以短期不滿一年的待客 和兼任老師來說 薪資是用終點費計算 每小時三百三十六元到四百二十元 代理教師第一招進來 有四萬四千八百八十元 二招開始 企續薪級降低 學術研究費用八折 薪資順補到四萬 三招以後起薪是三萬九千一百四十四元 不論年資都不會調整 反觀正式老師起薪和一招相同 四萬四千八百八十元 但薪資會因為每年考基而晉級 而其實不管正式或代理 做的事情卻幾乎相同 其實應該是差不多啦 那就是導師 科任 還有行政 大家配的堂數是不一樣 那以我來講的話 我現在一周是教授二十節課左右 上課活潑生動 周惠恩花長時間備課 使用字編教材 學生喜愛 也獲得家長和校方認同 但對他來說 要轉正式老師比較有難度 首先要有教育學成 然後再來就是教建 也就是大家所謂的教師證 那再來還有一個教徵 教師證是 對對對對 那中間當然還有實習啊什麼的 對 可能還是要花上個幾年這樣 因為對於我這種不是本科系 教育系出身的話 對 或者是大學沒有修過教程的人來說 可能花的時間就會比別人久一點 周惠恩對教學有熱忱 也因為家住北市沒有房租問題 薪水夠生活 但薪水無法調整 他也不排除未來想轉行 教學現場恐怕會少掉一位優秀的代理老師 第一線的老師們也認為 代理教師缺乏狀況 未來幾年還會持續發生 年改之前很多在職的老師 他可能五十歲他就選擇退休了 那可能之後他的年資 因為年改之後 他可能越退就會減少 那如果是我們從這個 目前已經退休的老師 那我們因應現在代理老師的缺不夠 那是不是如果讓他們能夠 等於是停了他們現在的退休 那重新回職場 再去補這個年資 那將年資再補更多一點 那他選擇在退的時候 那他的月退的基本的年資就高一點 依照目前法規支領月退休金的老師 如果再到公立學校任教 代理代課費超過基本工資 就會停發原本的月退休金 這讓退休老師們很難有應願再回去任教 看看有沒有可能 就是我們教徵沒有考上的 是不是可以成立一個人才庫 然後這個人才庫 可以讓我們這些還找不到老師的學校 可以從裡面去撈 邀請他們來考試 多方思考找尋解決之道 畢竟找不到人 讓現有老師超中上課 除了家具負擔外 恐怕也會降低教學品質 影響孩子受教權 教育部勢必得對失資人才 做出更長遠的規劃與判斷 避免缺失情況再度上演